南投县福安慈善会结合公益律师 办理巡回校园贩毒反霸凌教育宣导 全县180多所学校 目前共办理了40多个场次 日前来到民间乡乔新国校 县议员尤洪达希望借此帮助更多孩子 认识法治观念及贩毒观念 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每一个地方每一间都来给他基盘 我们已经到现在来已经基盘40多个学校 希望我们的律师就有法学素养和法律常识 来走进校园先讲法治防治 最重要的毒品室内就有法治先讲 新西学子幼苗能够更深地了解到 毒品不能碰到毒品后的法律责任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乔新国小校长吴宇席 感谢福安慈善会 及优议员办理这项贩毒反霸凌的宣导活动 让孩子普遍认识毒品及反霸凌 进一步帮助孩子们有健康的身心 能够在健康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 我们知道毒品对于小朋友个人的危害 还有家庭的危害非常的大 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也透过话剧或者融入教学的方式 甚至邀请家长到学校来的 亲子家庭活动当中 都一直一再强调反毒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 我们刘慧丽 刘律师 以及我们福安慈善会 到学校来做这样子更加深入的宣导 让小朋友普遍认识到毒品在生活上的危害 以及对他将来前途上面的危害 所以我相信说透过这样子的宣导 让小朋友更加让自己的身心更加的健康 小朋友要健康快乐的成长 参与的家长 老师及学生都十分踊跃 除了安排律师讲解 浅显易懂的法令常识之外 现场也教导如何认识各式的新兴毒品 希望让孩子愿离毒品及反霸凌 拥有健康的身心 促进社会更加祥和与进步 记者王水仙民间采访报道